哈喽大家好 今天呢在这里去跟大家去聊一下 最近我买的达芬奇的剪辑键盘的一个我自己这段时间的一个使用体验 那么今天主要讲的是这个达芬奇的大的剪辑的全键盘 当然也会稍待去聊一下这样一个达芬奇小的剪辑键盘 那么先把结论说到前面 如果你是一个专业的剪辑师的话 你买达芬奇的剪辑键盘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或者说你是像我这样一个长期经常剪辑Vlog 去发布Vlog的一个真正的爱好者的话 那买一个剪辑键盘我觉得也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如果你只是想尝试它 你自己几乎不怎么发视频的话 我建议其实可以不用买的 不过你可能还是会心痒痒 还是想去尝试一下 那么我建议直接购买小的这一款 而且它还是无限的 好那现在呢就在这里去给大家去录制一下达芬奇键盘的一个我的一个使用和一个简单的介绍 那么先介绍一下这个达芬奇的一个剪辑的一个全键盘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开发使用的键盘叫Key Chrome 这个键盘我非常喜欢 我有爱丽丝也有Q9Q2 因为这个键盘是一个机械键盘 而且非常适合打字 还可以自定义 所以我一直使用这个键盘去开发 所以这个达芬奇大的键盘对我来说 它的中间这一部分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的用的 而且我觉得它这个按键的手感并不是很好 当然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这个手感已经是不错的 但是对于我这样长期写程序的人来说 我挑到了一个我自己觉得非常好用的机械键盘 所以我一直就是使用它 而且有很多快捷键是我自己自定义的 所以没有办法用达芬奇的键盘去实现 所以我就不用中间这个区域 但对于一般人来说应该是手感是不错的 那么达芬奇的剪辑的全键盘和小键盘相比 基本上在布局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除了中间这个正常的键盘的区域以外 左边和右边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来聊聊左边这块区域 左边这块区域呢 我自己把它称作是剪辑区 是一些剪辑的快捷键 大家可以去网上搜一搜别人非常详细的讲解 那么功能这一块这里有smart insert就是插入 还有append就是在末尾增加 然后还有波纹复写 这个是放大close up place on top 就是把它放在现在的片段的上面 然后这两个键呢 就是印点outro点 就是一个出入点的一个设置 在你预览一个片段的时候 看了出入点 分别打上标记 你就可以对这个出入点之间的这样一个片段进行操作了 等一会儿我们会演示一下 下面这一块呢 就是达芬奇里面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功能键了 说实话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会考虑要不要把这个大的键盘卖掉 只用小的键盘 但是我发现这个大的键盘在布局上还是非常好的 毕竟你可以双手去操作 那么这个trimint trimout呢 就是改变这个片段的一个长度了 等会儿我会详细的跟大家去解释一下 说实话光说这个trimint trimout 或者说它的中文翻译的话 我觉得讲解的并不是很清楚 然后这个roll呢 就是改变这两个片段中间的这样一个位置 这两个sleep呢 就是在不改变这个片段的长度和位置的情况下 改变这个片段内部的这个素材的一个位置 也是等会儿去跟大家去演示 大家就能够理解了 非常的直观 那么剩下的呢 就是一些转场的一些快捷键了 那么我自己转场呢 基本上就是硬切 所以也用的不是很多 剩下呢 就是上面这些功能键了 一般全键盘的话呢 这些功能键的功能也都是有的 所以这个功能键呢 就把它给挑过了 这一块的键盘区域也是正常的键盘有的功能 就不讲解了 然后这边有一个需要注意的 就是这个地方是对这个sauce进行排序的 等会儿我们会稍微的提到 它有几种排序的一个功能 那么右边的这些键呢 就比较简单了 主要还是搜索整个素材的 那么这个sauce呢 就是你可以搜索你的那些文件 然后timeline呢 就是去搜索你的整个剪辑的这个区域 剪辑的区域叫timeline sauce呢 就是文件的那一块区域 那么无论是timeline还是sauce 你都可以用三种方式去进行检索 第一种方式呢 就是按一种播放速率的方式去检索 你可以提高两倍四倍八倍的速率去播放 然后检索 中间这个方式呢 就是一个正常的检索方式 你可以直接拨动这个滚轮 你就可以检索了 但是它是基本上基于真去检索的 就是它会比较慢 第三种方式呢 就是按照时间去检索 它就是最快的这种方式了 等一下跟大家演示的话 大家就会明白了 所以这个键盘大概的区域和功能 就是这个样子的 左边呢 就是剪辑编辑的区域 中间就是正常的键盘区域 右边呢 就是这样一个检索的一个区域 那么我们现在呢 就开始去剪一个非常短的一个视频 去给大家去演示一下 这些功能都是如何使用的 首先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达芬奇的界面了 在这个界面上面呢 大家无论是用快剪的方式 还是用正常的剪辑的方式 这个键盘都是可以使用的 所以大家可以选择自己习惯的方式 不过这个source呢 就在快编的方式下面才能使用 在正常的剪辑模式呢 是不太能使用的 那么现在呢 这个视频里面显示的达芬奇 是我最近去剪辑的 开箱一个键盘的一个抖音的一个短视频 那么这个是已经剪辑好了 那我现在呢 就在这里去重新剪辑一下 给大家去简单的看一下 这个键盘的一些功能和使用 所以现在我基本上就是有一个空白的一个时间线了 然后这边呢 是我的文件的区域 这边是一个预览的区域 下面是这个快剪的一个时间流 那现在呢 我就需要去看我的source里面的文件了 所以我可以点下这个source 那么source这个模式呢 就是我可以看到我所有的在这一个文件夹里的文件 被并排的放在了我的这个source的小的时间线上面 我就可以一个一个的去快速的剪辑了 它就很像传统的剪片真的呀 你拿一个长的母带 然后去剪辑去粘贴 所以在source的模式下 是比较适合我们去快剪的 所以现在我就会预览我的这样一个source的文件 我可以从头开始 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因为要拍摄vlog嘛 会顿一下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地方是不能放进去的 好 我觉得这里是比较合适的 开门的一个样子 我就会打一个硬点 然后呢 我觉得这样就OK了 到这里就可以结束了 我会打一个out的点 可以看到在这个source的小的时间线上面 在硬点和out的点之间 它是绿色的 代表我们选中了这一块区域 在硬点out的点之外呢 是灰色的 所以它们是不会被选中的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append的也可以 就是加到最后 或者insert也是可以 因为这个时间线上面并没有什么东西 那我们可以选择insert 可以看到这个内容就在时间线上面了 但是现在我们还是source模式 我们就在上面去继续选择 那双击硬点呢 就是把硬点去恢复到最初的一个样子 双击out的点也是一样的 同时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的这个真正的时间线上面 是没有带音频的 因为我选择了video only 就是只去插入视频 不会插入音频 因为我是在剪短视频 所以我不需要这个视频里的原始声音 我在后面去加一些音乐就可以了 所以这就是插入了第一条素材 我们可以继续去预览一下 我们原始的视频文件的内容 可以看一下 这地方是走过去 可能是需要的 那么打一个in点 打一个out点 这个地方可能会显示一些快递的敏感信息 可能我觉得就不想去展示给大家 就展示到这边就可以了 打个out点 我们也可以append的也可以 然后现在我们选择timeline 我们就可以预览整个timeline了 就是实验线 可以看看 OK 进来的还不错 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在这里选择一些素材就可以了 我们同时把这个out点去掉 好 我们继续往后去预览 OK 这个地方是不错的 我们可以打一个in点 打一个out点 然后选择实验线 我们到最后 然后到这个source里面来 opend到最后 再选择实验线 可以看到这个操作是非常畅快的 如果你熟悉的这个间位的话 操作起来就非常有效率 当然一般来说的话 在剪辑的过程 我不会频繁的去切换source和timeline 因为我会在source上面找到一个大概的一个故事的梗概 找完了之后 我才会去timeline里面去慢慢的去做一些顺序的调整 或者是时长的调整 现在呢 我们就可以假定 我们把所有的素材就已经放在实验线上面了 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去进行一些简单的剪辑了 也可以告诉大家这一块的功能了 这一块的功能 刚才说到的insert 就是插入和append 大家就知道 就是把这个素材放到时间线上面 那现在我已经使用完了 这个插入到时间线的各种功能之后 我就要细部来调整了 这个时候我就要调整这个trim in,trim out 比如说我觉得这个地方过度的不太自然 或者说这个地方太长了 我就希望这个时间线能改一改 比如说用鼠标的话 把它往这边拖一拖 或者是往后面拉一拉 但是用鼠标的话就会比较麻烦 所以你就可以用这个trim in这功能 你就可以去拖动它 看到没就可以拖动它 trim out 你可以看到可以拖动这个时间线的长度 而且在你拖动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就是上面有一个屏幕显示了 这个片段中间的前后的针的一个画面 这样就比较方便你去调整 我觉得这一点要比鼠标要好很多 那比如说前面这个片段我不想显示这两针 因为它可能显示了一些机密的信息 所以我就可以一针一针的去查找 而且不会像鼠标那样去拉的太多或者拉的太少 我可以一针一针的去调试 OK我觉得这里可能是不错 但是呢我又觉得后面的片段可能又太突然了 我就想往后拖一拖 那这个时候呢我也可以去改变一下这个片段的时长 我可以一针一针的去看前后的一个画面的一个对比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功能 剩下如同去命去帮的这两个按键 下面的sleep的两个按键 我觉得也是非常实用的 也是我在日常的剪辑中使用的非常多的快捷键 之前呢我也跟大家简单的讲了这两个键的作用 我相信不是很直观 因为我也不知道怎么具体的翻译成人话 但是大家一旦看到了这个片段的改变 你们就马上能够理解了 那比如说我把这个片段剪辑了只剩这么一点点了 我只需要这一个中间的小的片段 现在是这个样子 我只要一点点 然后就到后面这一个片段了 但是如果我不太喜欢在这个小的片段里面 里面的画面显示的位置 那该怎么办呢 比如说我只想显示这个片段 在这样的一个长度里 在它原始素材里的其他的画面 说起来是不是也有点绕口 就说白了就是 我想显示这个长度 它其实是不变的 但是我想显示的画面 是后面这个画面 比如说这一块的画面 如果用原始的方法 就是你比如说拖动一下 然后再把它剪一下 再看到这个位置 但现在我们有了这个快捷键之后 我们就可以按住它 你就可以看到 我在不改变这个时间长度的情况下 就改变了里面的画面的内容 比如这样子 这个功能是我觉得非常实用的 同时你也可以看到主要的窗口上面会显示四个画面 上面的画面就是你这个片段的出入点 下面两个画面就是上一个片段的一个出点和下一个片段的入点 这个功能在我微调中间的cut区的时候 是非常非常实用的 比如说我的音乐已经选好了 两个点都在这里 这个点是一个动词打词的点 然后这个点也是一个动词打词的点 我的这个节奏都已经选好了 但是我想改这个画面中间的相对位置 那我不想改变这个时间线 再重新的对齐 我就可以用这个快捷键这个功能很快速的实现我们现在想要的这样一个功能 那么最后再提一下小的这样一个达芬奇的剪辑键盘的一个使用吧 那么它的剪辑区和搜索区基本上和大的剪辑键盘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除了中间这一块正常的键盘区没有以外 基本上其他的功能都是一样的 也可以去全屏预览 波纹删除 剪辑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区别 第一个区别就是这样一个排序的功能 我经常会需要按照它的source去排序 全键盘的话呢 这里有四个键你可以去排序 比如说按timecode呀 按相机呀 按时间呀 按你的这个剪辑的名称都是可以去排序的 那小的这个键盘呢 好像就没有特别好的方式去排序 但是基本的功能都是有的 那么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不使用小的键盘呢 我不习惯右手一只手去操作in点out的点 然后trim in trim out 因为这个东西它还是比较适合双手去操作的 比如说我要这边去打字 然后这边要调整它的trim in trim out的一个点的话 我总不能够这样去操作吧 所以我还是比较喜欢两个手去操作 这边按着这边去调整 那么这样的话呢 它就会影响到我的开发的键盘 所以全键盘还是会相对来说比较方便的 但是这样一个达芬奇的小的剪辑键盘的话呢 我觉得在iPad上面去剪辑是非常实用的 因为iPad你可以用手去点 所以如果你用iPad Pro去剪辑的话 这个小的键盘是一个必须要买的一个周边设备了 最后你问我是大的键盘好还是小的键盘好 我的感觉是如果你买那种不带软件分开卖的话 你唯一需要考虑的就是价格 如果你的预算是在3000左右 那么你完全可以买一个全新的大的剪辑键盘 如果在2000左右的话呢 可以买一个二手 闲鱼上面还是非常多的 如果你不是一个非常高强度的剪辑师或者Vlog的话 你只是想尝试一下达芬奇的整体的剪辑过程 或者学习一下它 而且你的预算也不是很够的话 其实我是推荐买这样一个达芬奇的小的剪辑键盘 如果你买那种不带软件的话 基本上咸鱼上600到800之间都是可以买到的 所以这个价格还是非常的划算 那你就可以用它去体验一下完整的达芬奇的软件 配合键盘的剪辑流程了 好吧 那这大概就是今天的一个Vlog分享了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意见的话呢 也欢迎在下面去评论或者给我私信都可以 那么我们今天的Vlog就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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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